意外枪击竟救人一命 很难想象开枪打人竟可以救他们一命 但在厄亥俄州这片奇迹允诺之地 神迹竟然发生了 上周日77岁的Boy 在屋内检查他12号口径的散弹枪 而一不小心枪支便走了火 打鸟蛋的小钢珠也穿过屋内的隔间 其中一枚并在穿墙后又穿透一把椅子 打中他75岁妻子Charlene的颈部后方 幸好他仅仅受了点擦伤 但应该还是蛮痛的 而当医师帮他做检查时 也一并发现了Charlene有心律不整的问题 立刻帮他装了一副调节器 并在几天后进行了手术 虽然说这枪伤真的救了他一命 但我们还是得呼吁 麻烦在清枪前 请确认你的枪里没有上膛的子弹 要不然你可能会成为我们下一则动画新闻的主角 汤温news原创贴图开卖咯 快到Line Store下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